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于英特尔技术的一个智能家庭的demo 这个主要是我们想把我们智能家庭的东西跟我们的云端结合起来 在我们的智能家庭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主要包括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这些sensor 通过MCU来控制采集一些数据 在MCU上跑了一个小的OS 然后跑了一些应用程序 应用服务 然后就是收集 监控 控制传感器 然后它会把这些数据通过OCF 连到 传到Austral 就是Austral有个我们的Home Gateway 这个Home Gateway用我们的Mainal Board 这个板子跑了一个小的Austral 然后这个啥就是作为一个Home Gateway来使 然后就是会收集这些数据 然后它又从这个Home Gateway上 又暴露出一个REST API Service 就是把这些终端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 要报到这个 暴露给云端 然后通过云端 你的手机 平板上的移动APP 就可以远程的访问控制这些数据 基本这个图就是 到时基于Intel的技术 以Open Source技术来实现的这么条的方案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看一下 具体我这个Demo里面 使用一些具体细节 这个Demo主要就分为这么四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Connected Smart Home 就是我们那个传感器端的控制 传感器端的控制 就是我用了一个Edison 就是Intel的一个小板子 这个作为一个连机控制 终端上所有的传感器数据的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就是油盐监控的一个传感器 以及一个移动监控传感器 就是Motion Sensor 还有一个叫小的风扇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智能灯泡 这几个东西是直接接到Edison上的 然后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Home Gateway Home Gateway下面就是用我们的Mainboard Mainboard 然后上面跑了一个Open Source的OS YACTO Austria 然后上面就跑了OCF的东西 然后顺便就有一层的Web层 就是一个REST API Service 就是它会把这部分的Sensor的数据 拿过来 然后暴露给云端 然后云端提供一些 Application 然后给你的APP 不管你是Android端 还是你是浏览器端 或者什么 你都可以去远端的访问 控制这些数据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 就是智能电表 就是说江亭网关里面 所有的这些Sensor 以及这个网关以及所有的设备 都可以通过这个智能电表来供电 然后呢就是这个智能电表 也是在这个姜亭网关里面 智能姜亭里面 做一个Sensor来使的 就是说这个上面 是一个Aduno 101 也就是说英特尔的一个Qray 然后呢上面跑了一个 很小的差点的 这个轻大级的一个OS 叫Zaver 然后它上面也是跑了一个 就是OCF 就是IoTivity 然后上面有应运 Java的应运 然后来去监控收集 每个设备上的 那个Power的数据 然后再传回这个Gateway上 然后Gateway把这些数据的资源 通过一些接口 暴露到那个云端 然后给这个运户 跟应运程序来访问 基本上这个 就是包围几个部分 Land就是下面的硬件 然后就是OpenSource的OS Zaver Austral 然后在下面就是 跑了弗兰墨